加拿大联邦政府2020年父母祖父母移民申请将于10月13号开始正式开放为期三周 有分析指该移民类别给加拿大经济与社会带来诸多益处 据报道从10月13号到11月3号 希望担保父母和祖父母来家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 可以通过联邦移民、难民及公民部网络提交申请表格 移民部收到所有申请表格后将采取抽签制 向幸运中签者发出邀请 本年度共有一万个名额 原本在每年初开放的父母祖父母移民类别 今年受疫情影响被耽搁到10月才开放 报道指出父母祖父母移民给加拿大经济和社会都带来诸多好处 研究表明父母和祖父母为家庭收入做出贡献 加强一个家庭的购买力令经济得以收益 而在房屋购买这样的大笔支出方面 移民家庭的房屋拥有率与加拿大本地家庭房屋拥有率相当 都达到近70%的水平 另一方面由于父母与祖父母可以帮助照顾孩子 令家庭可以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寻求经济机会 子女及孙辈都可以增加工作时间 而在过去 加拿大政府的调查发现 这一移民项目是最不受欢迎的移民类别之一 主要是因为认为父母和祖父母对经济贡献较小 且在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上需求更高 但政府已经通过多个方式减轻了这方面的担忧 首先父母与祖父名类别吸收的移民人数 仅占总移民数的6% 同时需要通过政府授权的体检检查 以确保他们不会给加拿大医疗系统造成过多负担 另外还对担保人规定了20年的承保期限 意味着他们在父母和祖父母 获得永久居留身份期的20年内 都要承担他们的经济责任 有义务偿还父母或祖父母收取的任何社会援助 这令得他们对于社会援助的需求非常低 报道强调 虽然不应该从经济角度看待该项目 但可以肯定地说 父母与祖父母移民计划 确实对加大经济有所帮助 请在视频部下渡场